特區政府林鄭娥的政權 就東私效頻好像外國那樣 就禁止四個人在公眾地方集結 在現場參與聚集的人士 這個是警方的頭審 由於現在新型冠狀病毒的慢熱 警方並不鼓勵群眾的聚集 遵守警方的指示 四個四個一組保持不少於1.5米的距離 它這個是和外國不同的 外國差不多所有事情都停了 因為要防止疫情 而香港就不是這樣的 有幾百萬的打工仔 就天天為了保住份工 為了戶口 就要近距離接觸 其實如果你要保障那些打工仔 就應該要他們在家 在家幫助香港阻隔疫情 防止社區爆發 是由政府去補貼他們幫助這件事 即是說像外國那樣 在這個給收入他們 令他們可以不用冒險去上班 現在香港就沒有這個失業援助金 在香港的防疫情 其實真的要更加決斷 就不要在那裡滑陀 維持 給大陸旅客他們來 是令到香港的防疫 是因為這樣受到阻擋 原因是如果我們還是每天 給這麼多在大陸來的旅客入境的時候 自然我們在香港是不能夠做 好像外國那樣 做一個所謂傳承的隔絕 這個是政治的問題